民众报告称 自小客车 停载于户外停车场 遭敲破车窗 里面的公司包 遭窃内有新台币 四万七千元 公司购物之备用 警方发现一部 白色汽车当天 凌晨三点多 停于路边在观察周遭后 许久才下车 且下车时驾驶 因为拿去任何东西 于上车后 却所拿公司包 快步上车后 离去经锁定 涉案车辆通知犯检大案说明 警循后将他依切到最送办 获胜温泉呼吁 汽车驾驶人离开车辆时 不将退送财务置于车内 以免引来狭小觊觎 若因此而遭破坏车辆 导致财务遭窃所 实在而不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船 转发 启船 said 转发 启船 said 转发 启船